田志轩基金会推动了大南方米窗计划 以花莲南区两指米产区为主要的执行范围 今年7月份还发表了李里人米里和汉专策 基金会的创办人张美慧也特别和行政院 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洪宗凯来分享计划成果 希望可以扩大行销玉里副里九种在地农产品牌 也推广农人们和自然和平共存的职人精神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慧 带着一个精美礼盒送到了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与执行长洪宗凯来分享这两年多来的辅导成果 看到礼盒当中有来自花莲南区玉里副里 两个地区共九位农友生产的优质米 洪宗凯感到相当惊愿 他也肯定了基金会的努力 让花莲南区的优质米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非常惊艳 因为花莲南区玉里我们副里 隔壁就是很有名的池上 那池上米的价格 已经是台湾这个米价里面 算是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那隔壁的这个副里跟玉里 虽然只隔了这个一条界线 但是这个米价却有一点差距 那我想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可以提升我们副里跟玉里 这个米的这个大家的能见度之外呢 也可以把这个品牌打出来 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从这个礼盒来看 可以看到他把我们的小农们 精心种的这样的一个 这些产品把它做一个集合 那在外线市特别是像现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都会上网做网购 那这样的一个礼盒就非常适合做网购 那大家透过网路来订购之后呢 回家来尝尝看不同的品种的这样的一个米 有什么样的特色 吃完了之后呢 那更欢迎大家来买更大包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 推动然后帮助我们花莲 南区的这些农特产品 希望能够行销到我们全台湾的各个地方 这个李里人礼盒 收藏了玉里副里九种关于地方品牌的故事 不仅传达农人的精神 也传递给消费者 关于吃饭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只吃 更要吃得简单 吃得健康 张美辉表示 未来基金会会持续支持在地青年创生发展 绝合文化艺术素养 挹注视觉和服务设计推广 使更多在地农人职人的独特魅力 可以闪亮发光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